上集講到小儀教大家煮快餐店風味樹蓉 更加找來Oscar兩夫婦試味 今集人妻江耳晴就教大家煮老公最愛的 腩菜肉碎炒飯和蝦膏蒸豬肉 簡單又易煮 一如去片吧 今天你煮甚麼 今天我就是小試牛刀 豬來的 要教大家煮這個 這個腩菜肉碎炒飯 這個菜很方便 有時大家晚上吃剩下飯 不要浪費 第二天拿來炒這個腩菜肉碎炒飯 其實是很棒的 即是要用隔夜飯 昨晚我們臨婚最主定的 對 很有誠意地煮 所以這個是非常簡單 零難度 所有人都會煮的 好 拜拜 去哪 我送小儀出去 省城 去呀 跟小儀去玩 好 你們去玩吧 拜拜 拜拜 好 首先我們要把肉碎先醃一醃 其實煮這個菜整個過程 只需要20至25分鐘就完成了 非常快 好 我們現在醃完15分鐘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炒這個非常簡單的腩菜肉碎炒飯了 Let's go 完成了 腩菜肉碎炒飯 是不是很簡單呢 吃得回來嗎 好 好了 為甚麼一定要在這裡 因為這道菜 好 因為這道菜是我特意為他而學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初時跟他拍拖的時候 他說他最喜歡吃的東西就是蝦糕 所以這道菜是我特意 第一時間入門前跟我奶奶學的菜 所以這道菜一定要特別推介給大家 因為他長期都很喜歡吃 而且基本上很多男士都會很喜歡吃這道蝦糕正豬肉 好 這是一樓的菜餅 這是一樓的菜餅 菜餅 哇 好香啊 白飯兩碗 看看能否拍到尾巴 好了 我們現在就洗碗清理的原味 今天太多的菜式了 所以我們就要負責洗碗 這裡就交給你們 隨便吃 隨便吃 來吧 來吧